却闪不掉记忆 是让她提衣服是吧 对 有什么不妥吗 刚才我就觉得她漏了一点 是我女朋友她特别爱玩 她今天这样穿算好的了 就是她平常出去玩的时候 就穿得特别的漏 我是她男朋友 我不允许她这样子 这都是一些很正常的衣服 而且我穿衣服我分场合 我去上班我不这么穿 我就出去玩 我跟朋友聚会 我穿得漂亮一点 她就爱多管我 我没有多管她 像上次 上次我们出去聚会的时候 她当时穿了这个鞋尖装 然后当时特别多男的 然后大家都虎视眈眈的看着她 我在旁边我就特别的不爽 人家看你女朋友 还不是欣赏女朋友的美吗 那你女朋友丑她们会看着她吗 你不是应该感到开心吗 难道你要让男生都嫌弃你女朋友 你才开心吗 我那天就穿了一个鞋尖装 就露了一个肩膀 然后她就觉得太过分了 那我朋友都是这么穿的 你出去的话 我有给你买那些 比较端庄一点的衣服 你出来的话 那么多人的话 你就不要穿成这样 你知道吗 行 男生刚才说了一句话 给我影响特别深 她是我女朋友 我不允许她这样 对 你也不是她老爸 她老爸也没有这个资格 她就是管我管得特别的多 我是她男朋友 她心里应该有我这个地位 放在心上的 是是是 你这句话说的特对 对 她为什么没有呢 就我有提醒她 说出来的时候 咱们就穿一些比较舒适一点 然后比较得体的衣服 那那得分场合嘛 是不是 你得看什么场合 我们不是时尚节目 我们不讨论这个场合 我们没法评价这东西 因为每个人眼里不一样 是吧 你们俩谈恋爱谈多久 一年多了吧 是怎么认识的 大学同学 我们大学是同学 大学同学 谁追的谁 我追的她 她除了管你穿衣服 还管你什么呀 我出去玩 她也特别爱管我 见什么朋友 我知道 特别爱玩 那作为男朋友 我知道她就是 心里是在乎我的 可是我也觉得 我有我的自由是吧 而且我自己有自己的分寸 但是你分寸有点 过了 就是主持人我跟你说 她是出去玩的时候 特别喜欢去酒吧 我不是特别喜欢去酒吧 我们就是一个月最多 就偶尔一次去酒吧聚一聚 只是去喝喝酒 听听音乐 聚会一下的 然后那有一天晚上 我跟我朋友去酒吧 玩得差不多 就说让我男朋友 过来接我 我就回家 刚好她到的时候 我去上个厕所 然后我不在场 她进来了 那刚好那个时候 服务员就拿着账单 说结账嘛 那时候我不在外面 她跟我朋友 在那一块 那人家服务员就看到 只有她一个男生 站在那儿 就把账单 就递给我男朋友 想说带她去结账了 她那个时候 她直接丢掉账单 然后她就跑出去了 然后后面就在外面 发了一条信息 给我说 我在外面等你 然后我出来 那时候 我那些朋友 就给我陈述 就说你跟她男朋友 怎么样怎么样 我那时候就觉得 挺丢人的 那天 我是过来接她的 不是过来给 给他们接账的 我当时也没多想 我就直接过去接她了 然后身上就 没有带什么钱 突然 人家就给一个账单 递给我 当时我也挺懵的 然后我就说 要不我在外面 等你一下吧 我没带钱 我是想买的对吧 对啊 我没带钱 不是她压的 她不想买 可丢人了 怎么能自己说 自己男朋友的 你还说我丢人 你就给我结账一次吗 是不是 你跟你健身教练的事 你不嫌丢人是吗 她前段时间她减肥 然后就去健身房 办了一张VIP卡 人家配了一个 健身教练给她 挺高挺壮的 当时我就觉得不对 她俩在健身的时候 两个人有交流 没啥嘛 但是她上完课之后 她多点起床 她要跟她说 吃个饭 又要跟她说 拍个照片给她 你喝别饮料 你把营养成分 你还拍给她 我是你男朋友 你不把这些东西 发给我 你给健身教练干嘛 付了给她发这些照片 我都没有聊其他的话题 她就爱多想 就我女朋友 她就喜欢卖萌嘛 然后平常跟我卖萌挺好的 她还跟健身教练卖萌 就发给她之后 还要特别喜欢加些搭 你知道吗 什么好搭 是搭 最主要还摸摸搭 你知道健身教练 你给她发这干嘛 搭搭搭有什么好搭的 我说了我跟我的教练 就是正常的教练和学员的关系 你知道我平时说话就是那样 你不是就喜欢我可爱吗 那我语言上我就是那样的 我跟我的那些朋友 都是发这些搭 就好搭有什么问题吗 我只栏一句 这事有些人认为不是个事 有些人认为是巨大的事 不管它是不是个事 我现在就一个问题 你回答我就行 就这件事在你男朋友心里面 就是个大事 能不能引起你的重视 就你能不能因为它而改变 就不这样做嘛 你男朋友介意的是 你不能发摸摸搭 不能发好搭 除此之外 我不是给我的教练 发一些摸摸搭 他平时在我旁边 就是听到那些语音 我就是给我朋友那样发 他就是老是觉得 因为他自己心里 已经认为我跟我的那个教练 有什么 就爱这么想 当然有什么 你发这些搭的时候 人家干嘛还要发红包给你 他干嘛要老是给你发红包 我看他不是健身教练 他职业是财神爷吧 就爱给人发红包 不是 主持人 那我的教练 他就是象征性地 给我发一些小红包 几毛钱 几块钱 我男朋友 他是一个比较 很爱吃我醋的男朋友嘛 他其实吃起醋来说 还挺可爱的 有一次呢下课 我就让他过来接我下课 然后他来了 我就逗他一下 我让他吃吃我的醋 那时候我的教练 不是就帮我协助一下 做那个运动的 那个器材 然后我看他一直看着 我就稍微地往后 就靠了一下 也没有接触 然后我就是想气一下他的 没想到那个时候 他就一下子 一声不吭扭头 我就跑掉了 我当时不走 你就是来接我的 我当时不走 我还看你俩清热下去啊 我都差点冲上去打起来了都 你看主持人 我女朋友她就是那么任性 她有一次 她因为吃个宵夜 跟我闹离家出走 你说她多任性啊 吃什么呀 就吃个宵夜 我想象的去吃个宵夜 她就不陪我去 事情是这样的 我那天就是工作一天了 特别地累 然后她就一直吵着说 要陪她去吃宵夜 我就说好 那我休息一下 我待会我就一定会跟你去的 结果她摔门就走了 你知道吗 结果我就下楼去宵夜店去找她 她人也不在 发微信她也没有回 打电话还关机了 然后我就特别担心 那天晚上 我脑子里一直浮现的都是 她受到危险的那些画面 但好在她第二天 就回电话跟我说 她那天直接去她闺蜜家了 这心也就放下来了 就觉得我当时挺愧疚的 就是就让她等我一下 如果就让我失去她了的话 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没别的事了吧 还有吗 我女朋友 她居然会愿意去给别人 去当女朋友 那是假女朋友 我才是你的真女朋友啊 你知道的 我是冒充她的假女朋友 就是我就说一下 那个时候 就我一个从高中玩的 特别好的异性朋友 她就想让我去假扮她的假女朋友 因为前一阵子 她的真的女朋友就把她甩掉了 她心里可能就不痛快吧 那时候我也就看她挺难过的 我才去帮她 那时候她就是特 你帮她干嘛 做女朋友 对 假女朋友而已 然后 就那 假女朋友都应该做一些什么 不需要做什么 就是陪她 有一次聚会呢 她知道她的那个前女朋友 会到场嘛 那我就去了 就作为一个好朋友 好哥们身份就帮她去了 是吧 而且她的为人 我知道 我清楚 她也认识我男朋友 她也认识 那我后面就去了吧 回来她就 就你不跟我说啊 其实主持人 我刚才说那么多 也不是说我小气怎么的 就是就那么多事情 我就想改变一下她的想法 就真的要把我男朋友 这个地位 好好地放在她心里 哎呀 这个地位 还有自己要的 不是得给别人给吗 哪有自己要地位的呀 就我希望就是 就我女朋友能够听一下 各位专家老师的一个意见 然后就能够改变一下 她的想法 慢慢地改变这些坏毛病 喜欢这小子吗 喜欢 肯定是喜欢 对你好吧 挺天心的 那你看她难受的时候 你不难受吗 那我也挺为难的 那我的性格一直以来 就是比较开朗嘛 比较爱玩 然后她又管我特别多 我也挺为难的 哦 就是她又不管你 她是不是就是完美男友 那不是 就管得太多了 我知道她管我是 因为心里在乎 哦 对啊 对 那你怎么就不在乎一下 她的感受呢 为她做一点点的改变呢 好吧 你们来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分圈 爱情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要懂对方 男孩 男孩 你理解女孩为什么 故意让你吃醋啊 为什么 她可能想让我 在理解她的程度上面 改变一下自己吧 那我说你可能理解错 有时候女孩啊 通常会做几件事 对方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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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